其实我们真的真的真的没有想过 每一天早上醒来 就有看到你们tag我们 已经成为了一个日常 来了来了 真的是超多人问的 很多人以为是我爸爸花钱 就是出这个MV 答案呢就是 哈啰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是Justina 那今天我大概整理了大家 对这次推出的新年单曲 虎年新年道 一直很好奇的所有大小事 这次应该会是虎年新年道的 最后一支影片吧 所以所有好奇的宝宝们 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 我们一起开始吧 OK 第一道问题 为什么想出新年歌是谁提的 自从去年我们推出了一首新年歌 是和其他YouTuber Nest Cafe的新年歌 然后老板就说 希望每一年我们都可以出新年歌 这样子 然后老板就想说 那明年也就是今年的新年歌 你想就是和 继续和其他YouTuber合作 或者是和家人 然后我毫不犹豫的直接说 我要和我家人 NV筹备多久 灵感来源拍了几天 用了一个月来筹备吧 构思idea 找团队拍摄 编排舞蹈 服装啊 化妆 头发 之类的 对 大概就是用了一个月 灵感来自于哪里 应该说是TikTok吧 在前一支影片我刚才讲起 我家人就是前一阵子在TikTok会比较活跃 然后就做一些变装啊 跳舞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些元素带进我的MV 所以大家会看到其实是有好几个TikTok transition在这支新年歌里面 那拍摄其实我们只用了两天从早到晚的时间来完成这支MV 整个过程是蛮累的 因为我们大概早上四五点就要醒来化妆 到晚上有可能九点十点才放工这样子的 可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东西是 我很累了啦 第二个问题 有遇到这首歌为爆肚吗 还有我的感想 其实我们真的真的真的没有想过 会受到这种成都的喜欢 就是登上了 Trending 1 on YouTube for Music Malaysia and Singapore 在新加坡的Trending是 就是我们真的是很惊喜啊 然后再来就是越来越多人cover我们的歌 不管是舞蹈啊唱歌啊 instruments 然后甚至是那种company dinner也在用着我们的歌 所以我们真的真的很感谢大家 然后其实每一天早上醒来看Trending Instagram 就是有看到你们tag我们 已经冲了一个日常那样子啦 就是大家都很可爱 然后我就会记得就是 就是那时候破500k的时候 我已经就是发去我们的那个MV制作 那个group chat 然后oh my god guys we hit 500k view 这样子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老板讲oh my god like very proud of us啊 然后我们在群组就是互相祝贺 说辛苦啦 然后真的是很感动啊 因为这个MV团队 整个公司团队 就是当天拍摄的时候我们最多take的部分呢 是我们的MV一开始的那个one shot的场景 因为它是one shot 所以 大家都不可以有错误 然后 那种抓机的啊 导演啊 全部都是要抓到很好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最多take的 母老虎的部分比l是什么意思 OK 这是我跟我妈咪前面的 就我的solo part啦 为什么会 我叫母老虎 呃 其实因为这个是其中一个tiktok transition pinch to zoom的那个effect 所以如果你有玩tiktok的话 你会懂 其实也是有 我朋友啦 我妈咪咪 这个是什么意思 like this is a loser something no啦 其实它就是其中一个tiktok的意思 被问报的一题 词曲是谁写的 我们有参与词曲创作吗 这次的词曲呢 是由我们的adam哥哥 呃 创作的 所以要谢谢adam thank you for the beautiful song 那时候 创词的时候 我是有在场的 因为 毕竟是关于我的家人 关于我妈咪啊 关于我爸爸啊 然后adam是完全不懂 我家人的东西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坐下来一起讨论 我会跟他讲解说 诶我妈咪是这样子的 我爸爸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弟弟是dj 这样子的 所以创词的话呢 其实我算是有甜词啦 就是我爸爸的那一段我家 有为帅气的胡闹吧 呃就是那几句啊 为什么会找dany一边 我满意嘛 之前我们有cover过 那个 我个人也是很欣赏 就是他的dancing skills 然后他就懂 就是我要出新的歌嘛 然后我就是随口 就问 诶你要帮我编我的歌吗 他说ok啊 on 然后我说诶 ok 就这样我就找他编了哦 满意吗 非常的满意 因为我完全就是没有改到 对他变得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见 他发给我看的时候 我就马上答应 然后 like ok this is good to go i love this so yeah 编排谁唱哪一段 yeah 是我 服装是赞助的吗 自己选的 其实真的是要谢谢这次的服装品牌的参与 我们其实找了很多家 然后也挑选了就是好几轮这样子 直到选到满意的 因为这 系品牌呢 都是我们一起来都合作的很愉快 衣服品质都很好 所以 真的是很谢谢他们 然后 对衣服都是我们自己选的 然后这次的服装都是由我妹妹来负责 所以 yeah 怎样想到这首歌的歌名 那时候我的公司就是有提了好几个 我就想说 既然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 chorus 蛮洗脑的啦 就是那个忽然忽念新年到 然后 我就想说 那感觉忽然就是不是很适合在一个歌名里面 所以我想说不然就忽念新年到吧 就是很直接 然后又可以代表着我们这个作品的一个名字 ok 来了来了 这个也是真的是超多人问的 自己出钱制作的嘛 花了多少钱筹备 很多人以为 是我爸爸花钱 就是出这个MV的嘛 答案呢就是 这一切呢都是我的公司 所被制作的 那当然大家在MV里面也是有看到我们的厂商赞助 就是VDAC 很谢谢VDAC和公司的支持 帮我圆这个梦 那至于多少钱呢 这个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我老板啦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忽念新年到的Q&A 希望有帮大家解答到大家一直想问的问题 然后请容许我再次向大家说声谢谢 这么喜欢红年新年到 也谢谢大家每一天的那个点击率 听说很多人就是一天不懂点击了几时是这样子 然后呀 谢谢你们 那未来呢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 希望大家会支持和喜欢 敬请期待吧 然后至于会不会stress咧 你们也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当然是会哦 可是我还是会尽力的 继续努力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还想看些什么视频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然后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点一个like和subscribe 然后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